7月13日,第七届海峡两岸合唱节在福建著名桥乡扶青市开幕 这是海峡两岸以音乐为载体的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 据介绍,本次合唱节以《同园中国梦》为主题 是海峡两岸青年节的先行项目 活动共吸引了海峡两岸22支合唱队,1100多人参赛 其中,台湾代表队5支,约200人,一半以上都是青年人 来自台湾嘉义大学的合唱团一行45人是首次参加合唱节 团员都是学校合唱选修课的学生 他们告诉记者,他们喜爱音乐带给人的快乐 这次参赛更多的是参与,向大陆合唱团队学习 为此,他们精心准备了四首参赛曲目 曲风多元,既有英文、拉丁文歌曲,也有台湾原著名名谣 在当日的比赛中,嘉义大学合唱团在舞台上活力四射 他们打破了舞台的框架,不停地变换队形,再歌再舞,赢得了阵阵掌声 本届合唱节吸引了两岸重量级音乐节著名人士加盟 包括大陆的徐佩东,徐希怡,孟伟东,以及台湾的郭孟雍、吕文慈等 此外,海峡两岸少儿合唱艺术讲座,海峡两岸青年合唱艺术论坛 中国音协、宋欢乐下基层、两岸合唱团队慰文演出等活动也将同期举办 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合唱节 创立于2008年,先后在福州、台中、新竹等荣台两地举办 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六届 是两岸艺术交流的盛会